它的右下角多一个什么呢 有没有看,很小一个 就是什么,小小的三角形 那所谓小小的三角形,如果你有学过Photoshop都知道 如果它的右下角有小小的三角形 表示说 这个按钮是复合的按钮 就是说 里面还有长的很多按钮 它不止一个按钮 所以这个是一个诀窍 无论其他软体 都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看一下 像这个,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好像 就没有了 其他 有一些按钮就是这样的设计 那主要就环形在这边 那怎么把它让它展 就是里面的按钮显示出来 你可以把它按住不要放 按住不要放之后你会发现 里面的话会有 三个按钮 也就是说它一个阵列里面就有三种阵列 包含什么呢 按住不要放 包含第1个是 矩形阵列 那什么叫矩形阵列 其实在2010以后的版本 都会有一个动画 就是说你不要放 按住不要放 它就会秀出来告诉你 底下有没有画给你看 动画都会 上面是一个说明 下面是个动画 这个叫做矩形阵列 矩形阵列 因为其实概念主要是列跟狼 它是一个 矩形的 一个垂直的方向 垂直跟水平的方向的一个阵列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路径阵列 那什么叫路径阵列 上面有说明 就是沿着什么路径 或部分路径均匀的 分布物件的副本 它其实画一次给你看 其实第1个就是你要一条什么 路径 然后呢 再去决定它里面要有几个物件 这个叫路径物件 那其实今天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环形阵列 那环形阵列 顾名思义嘛 有点像你要个轴 那这个轴 一定要有个中心点 那你沿着这个中心点 复制 它要的副本 看要几个 看要几个 它就可以复制 比如说你先产生一个 一个那个 有没有像这边有一个 你先产生一个 然后其他另外的 比如说我们有6个的话 它就另外再产生 这个所谓的环形阵列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使用的话 我想 我们分分别来完成好了 那当然第1个 我先用比较 比较简单 如果说你正列不会的同学 我们先 做个 这个旋转复制的 复习 所以第1个的话 我们用复制方式来 这就是这个 我们先用复制方式来 我们先用复制方式来